黑槍神悟空 这破游戏居然还有更新你们感谢 不知道发生什么的观众可以去看我之前出的那期吐槽视频 反正最近这作者联系到我了 说是正式版出了让我先去玩玩 那Kiss给到了 他们的游戏打不开 一开就在黑屏 后面修了bug我才能进 这我我已经要忍不住开始吐槽了 咋做游戏游戏打不打得开都不测试一下 OK 主菜单街面没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角色有多吗 卧槽 吸加了这么多人啊 这怎么日本南枪也有 还有这什么逆天哪吒 关家也说原本只有一关变成了有五关这么多 更新了这么多东西嘛 那原本我是玩的demo嘛 数据没继承过来 所以咱们从中开始玩吧 玩法还是跟之前那样 你有镜头鱼和主动技能可以用 老鼠武功为自动开枪不需要瞄准 打死敌人拿桃子 桃子买各种道具加强自己 这正式版枪多了不少 而且敌人变弱了很多 以前那敌人远远的就朝你开枪了 现在我打了好几关一滴血都不掉的 而且打死敌人还会掉香蕉 不需要补兰 OK 血的技能也变多了 什么祖国猴是吧 我去 全给你扫死了 那这第一关的boss应该还是坤坤 我们有了上次的游戏经营 而且游戏难度下调了 一次不死就打到了boss 攻击手段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吃我的雷射眼 还有各种技能乱哄 乐打随便就给他打爆了 三次版我们就玩到了这里 是不是被转移到了朱日美军地利啊 刚刚玩的时候 解锁了很多东西 我们去外面看看都有啥 OK 帅婆文刻悟空 还有这什么蜘蛛精 不过我怕过不了神就打码了 也没多事 是那种经典劣质国产玄环游戏 通用的免费素材改的可能 咱们升级下枪就去玩 赛博行者说悟空打下一关 OK 悟空追踪师傅到了 驻入美军地利 发现当地真的无极致排放核污水 悟空决定和日本第一男将合作 共同解决核危机 还挺正义的 原神 启动 这就是核污染过的鱼嘛 我们什么技能啊 一个蓝圈看不懂 哦 还要了个范围伤害 但在蓝圈里面的敌人会吃一掉血 那我这也是在释放核污染攻击敌人嘛 以奇人之道 皇制奇人之胜 悟空你还是哈利波特啊 打了几关 我发现这游戏还有新怪 冷者 会放进气来打你 真服服了 我以为这纯黄皮加素质 还挺有创意的 然后这技能也挺多挺抽象 像是这个什么印度车队 直接就是阿珊搭冷机开枪 还有这什么 See you again 他们要超万个会扔蓝球的直升机 老大 你回来了嘛 这技能点多了 到处都是直升机扔蓝球 那这会儿不是谁 OK 就是一个受到了核辐射的螃蟹啊 没活的属人士 这不拉个什么火爆猴绿毛丑 酸人组出来给大伙打啊 这螃蟹的攻击手段不同于坤坤 它会放屁 靠近人会吃毒 然后会扔毒气弹 还要在你身边生成核辐射污染过的鱼 你碰到 这悟空就跟刚刚从五指摊那出来一样 遇到啥都想吃一口 直接把鱼吃了掉血 不过在我的经典绕圈圈走位下 这盘下还是上西天了 解决了核污染危机后 首先赶到战场的是 梅军的航母编队 悟空将与哪吒一起面对 强大的航母编队 这哪吒也来了 我操 这是哪吒 蠢蠢的信徒太高了 赶紧玩一把看看 OK 老逼一当为了营长悟空 将所有航母进行的铁锁连环 来增强实力 悟空将和哪吒 联手营长铁锁连环的航母编队 神那么铁锁连环 蠢蠢的几个模型拼一块 而且力度还死大 哪吒的风火轮都起卖电了 都赶不到对面 哪吒的什么技能啊 发导弹吗 你的昏天灵呢 这导弹耗蓝巨高 三四下就不行了 只能硬打 这没事天上还会投炸弹 这咋办啊 哎呀给摸了两下就死了 太碎了吧 还是话磨到悟空上 这一次我全拿步枪 凑了三个满击板 还发现了原来打后面的战斗机 就能防止空袭 那这关的最多Boss是谁啊 五星上剑 张姆斯下士 明智是五星上剑 军衔是下士是吧 这明智就是那个B.Mac阿瑟 赶紧死 这Boss虽然射速快 还会放连环导弹炸你 没事就空袭头炸弹 但你闹圈圈还是一样 都把他打死 真牛魔 摧毁了航空编队之后 悟空得知深化实验室 在研究师傅的DNA 悟空又要去别的地方找 经典这个棺材没有吸血鬼是吧 这把我们解锁了川剑国同志 直接用闪 这川剑国同志的技能也挺猛的 直接左轮连发 非是用火箭背包 多出来一枪用机械悬浮球抓着 还挺严谨的 那这关比起第一关来说 唯一的区别就是多了种怪 感觉真没活的硬臭的关卡 最终Boss还是个没有关联的大恶魔 就是个免费素材 技能更是垃圾 就一个冲击波能打到你 其他的根本不可能打到你 大家知道就要打最后一关了 最终决战 白弓 然而白弓也不过是第一关的换皮 加点建筑和模糊不清的纸片术 哦 有不一样 多了个机甲 露的钥匙伤还高 我感觉不老人会在这里翻车 因为这怪的导弹 你不起金龙鱼是必吃的 三十下就死了 不过等着经典闹圈圈走位下 我也成功打掉了全部的机甲 最终Boss 居然不是拜登 这是您妈 你这没活也不能故意没活 居然是打个莫名其妙的试验型机甲 纯纯的臭关卡小怪一样的东西 随便闹圈圈 咱们就把这Boss解决了 OK 不小心吸了点屁 挂了 真服了 然后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就这样 别说虎头蛇尾了 纯纯的打变头打变尾 令我大失所望 感觉做的真的是赶牙子三下 把这游戏的正式版做出来了 后面的Boss明显没有第一关的用心 没活的数字是 那的确 比DEMO要好玩不少 技能道具角色都多了 能玩的套路也多了不少 之前我是把这个黑箱城悟空排到了 我达便界排行版的暗镜水平 接着看来 虽然说还是达便 但这次更新达便的位持战 然后把它排到明镜 那么像这是本期的练球那种 如果您喜欢的话 可以给予设计更多高效的组合视频 那是这样吧 我是灵虎 我们下期见